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二十四篇第四十三章 出发 清风界 巨幅创始者 乃是整个宇宙海 除了两大十足外 堪称数一数二的强者 混沌成主更是天性沉稳 之前段东和一脉传承 便让他俩为之动容激动 而这罗锋刚刚现身所说的和东帝圣帝的交易 同样令他们震惊 实践至强至宝 混沌成主忍不住道 就算实力再强 想要夺得十件至强至宝都不可能啊 是啊 至今还没谁靠自己夺得十件至强至宝 就算是元族也难做到 毕竟宇宙最强者仗着至强至宝 元族也没把握完全击杀 特别是躲在宫殿内至强至宝的 面对宇宙还任何一个强者都称得上是绝对安全 至少想要靠杀戮掠得 制成至宝是根本不现实的 哈哈哈哈 巨府为之点头 看向罗锋 一脸赞许佩服之色 罗锋 你倒是创造了个记录了 厉害啊 混沌成主也为之热血沸腾 罗锋连道 不是我厉害 是断东和一脉传承厉害 的确 若是一名宇宙最强者 躲在宫殿内至强至宝中 的确是谁都破不开 连元族都做不到 也只有三大决地 等一些特殊环境 或者远古文明的手段 才能令他们陨落了 幸好至强至宝中 宫殿内本就极少 所以元族才能有那般的威慑力 而且也没实践那么夸张 罗锋解释道 那东地始祖 没那么傻 即使对东地圣地 拿出实践至强至宝 都是巨大的负担 他是不会没看到传承 就将十件至强至宝给我的 哈哈哈哈 可以了 巨幅朗声笑道 哈哈 单单第一次交易的抵押 便是两件至强至宝 其中更有宫殿类至强至宝 有了这两件到手 我人类族群底气 自是不一样 我实力虽强 可一旦遭到围攻 还是会很麻烦 其他不多说 这宫殿内至强至宝 我可先占了 哈哈哈哈 有他和我神父配合 我便真正无所畏惧了 造到围攻 也丝毫不怕 我一个便敢和十个 乃至更多的宇宙 最强者为敌 哈哈哈哈哈哈 罗峰哑然失笑 巨幅创始者真是 我的确急需这宫殿至强至宝 巨幅直接道 不管是之前你将远古文明诸多系统 修炼经验传授 还是这至强至宝 对族群贡献都是无可限量 这宫殿类至宝 便是我欠你的一个大人情 我本来便是要献给族群的 罗峰连道 自己都有星辰塔了 为啥专门要 就是为巨斧弄来的 在宇宙海中床大 能深深感觉到 势力竞争间的残酷 一族相见 好点的会因为宝物而残杀 可糟糕的甚至没宝物诱惑都会残杀 不过实力越强的势力 就越加没谁敢去挑衅 自己族群若是有一个宇宙海第一强者 那底气自然不同 其他族群看到人类强者 第一个会想到巨幅 也不管乱来 这便是族群的支柱 这次有两件至强至宝 一件归我 一件归你 巨斧看着罗峰 不 另一件归老师 罗峰看向混沌城主 我 混沌城主微微一正 巨斧 乃是人类族群之助 给一件至强至宝给它 是对族群溢出罪的 而且巨斧对人类族群的贡献 也极大 所以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大家都能很平静接受的 而罗峰的贡献同样大 却知至强至宝 都是罗峰弄来的 罗峰得到断东和一脉传承 竟来前途无限 所以 另一件给罗峰 大家也没意见 可给混沌城主 罗峰 这件你拿着 混沌城主郑中的 这是至强至宝啊 对 你拿着 巨斧郑中的 不能总要你付出 没点收获 老师 我得到断东和一脉传承 你们以为断东和一脉 为传承者 没一点兵器准备 看 罗峰也遇到 此话一出 顿时令巨斧创始者 混沌城主 彼此相视一眼 对啊 这话有道理 断东和一脉传承 的确很可能 为传承者准备 集合式的兵器 解兵器威能 怕还不低 至强至宝 巨斧创始者 惊喜问他 嗯 罗峰点头 在宇宙海中 兵器的划分很明确 只要是 至宝兵器上的密法 能达到宇宙最强的层次 以上往上 一律是 至强至宝 至强至宝 是宇宙海最高的一个行列 因为就算再逆天的宝物 比如远超宇宙最强者层次的 给宇宙最强者们 也难发挥威能 所以刀胚 是无语义的 在宇宙海划分 依旧是至强至宝 这不行 混沌撑住摇头 这机会难得 一名强者身上 就算有两件 至强至宝又如何 更加安全 你得了传承 相信冲入宇宙最强者行列 没任何问题 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老师 这至强至宝 便算我得了 而后 我再转交给老师 哼 罗峰黑黑一笑 混沌成主一阵 就这么说定了 罗峰起身 我还要从宇宙周中出来 还得进千年岁月 不急不急 啥 罗峰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混沌成主 宇宙创始者相视一眼 看吧 巨幅创始者感叹 当初甚至有谁担心 担心这崛起和燕帝一般迅猛的罗峰 也会极自私 一名极自私的天才横溢的强者 对族群反而有害 何事实呢 罗峰的确不可思议 比那炎帝要强的多 际遇也更加玄奇 可是 他要比我们人类族群 那一个个宇宙之主 绝大多数都要好得多呀 嗯 混沌成主也点头 强者会考虑自身 这很正常 可在关键时刻的抉择 却能说明一些问题 罗峰这次竟将第二件志强制宝 也定下给混沌成主 的确让混沌成主心中很是感动 牧林之州 已经缩小到核桃大小 在茫茫的宇宙州 危险之地闯荡着 当然是一直在朝外前景 一旦进入可顺移区域 还能进行大幅度顺移 不断朝外赶 既是如此 估摸着也得近千年才能出去 老师代我恩得己打 现等出了宇宙州 我很快便能得到那白色羽翼 这白色羽翼之所以得到 其实源头便是老师当初赐予我那意识 事无羽翼 但但为了这 现一件志强制宝也应该 罗峰按道 事无羽翼 共六对羽翼 乃机械类宝物 特别是经过圆转化 施展出的攻击 威能将极强 这机械流宝物 一般能让强者超级战斗 所以在远古文明 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大的流派 能和近战流几乎并列 不过越是接近巅峰 机械流却越加难以近 因为越接近巅峰 对机械流宝物要求越苛刻 别说越激战斗了 连造出和自身相媲美的 机械流宝物都极难 当然 在远古文明 罗峰现在这层次 只能算是很一般 所以 事无羽翼对他的益处将极大 只可惜啊 加上白色羽翼 我也才得到过三队 罗峰暗当 还有另外三队在哪 无尽岁月 事无羽翼分解 白色羽翼受损 另外五对羽翼 也各个暗随严重 唯能大解 另五对羽翼中 单独的一对羽翼 仅仅是普通质宝贝呢 若是被宇宙支柱 宇宙最强者得到 大多都是随意扔在某个宝库 或者赐予宇宙尊者了 罗峰暗当 像混沌乘主便是如此 直接扔给了罗峰 第二件 也是在天阳尊者那得到的 如果真被谁扔在某个宝库内 或者在某个小型宇宙内的某个宇宙尊者身上 那罗峰可真就没任何办法了 看运气了 罗峰只能如此到 六对羽翼 那白色羽翼 虽是锋利最强 且最要的猿也在 便是得不到其他三对 也没什么 罗峰如此安慰自己 从宇宙周中出来 须近千年岁月 罗峰则继续参悟修炼 断灭和东华 即使有万倍时间加速 到如今 也仅仅是钢物头断灭和东华第一卷 这两大绝学的 艰深程度 第一卷 罗峰也纯粹是懂得该如何做 却不懂其奥妙 转眼便已近千年 苍茫寂静的宇宙周 其中一个破损的窟窿 一道雪色宝塔 正一傻而驰 紧跟着连续数次瞬移 直接冲进了茫茫混沌气流中 哈哈哈哈哈哈 总算 出了宇宙周了 容易吧 看路都这么久 雪色宝塔内 罗峰畅快大笑 这雪色宝塔 乃是星辰塔变化 自从甩掉 那些个宇宙最强者 当时飞行了过百年 便将茫茫之洲 换成星辰塔来飞行 因为茫茫之洲 无法改变外形 且太显眼 一旦被一些强者发现 很快会退出 是罗峰在牧林之洲内 所以 星辰塔又变换了一个新模样 一座血色的三层宝塔 等了好久啊 终于出宇宙周了 罗峰在星辰塔内 一气风发 摇看无尽 混沌气流 漫长的时间 我一直不敢继续进行法则修炼参悟 就怕一不小心成为宇宙之主 没法认出我那白色羽翼 修炼参悟很难讲 自己悟透 受神之星 密法层次又如此高 注定进入宇宙之主会很容易 或者轻易变突破 或者在门槛上稍微停着一段时间 就像当初卡在尊者门槛上一段时间一样 但是毫无疑问 即使卡也卡不了太久 主要是罗峰积累太深厚 再回原始宇宙前 先去清风界 收了白色羽翼 出发 清风界 羽翼空间 罗峰驾驭着星辰塔 在无尽混沌气流中 开始顺移前进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二十四篇 第四十四章 收复 白色羽翼 从宇宙周到清风界非常遥远 可透过瞬移 以及天然虫洞 耗费的时间 还不及在宇宙周内的一个灵头 哇 清风界 无尽的水域澎湃撞击着 在水域上方 正有着一核套大的血色宝塔悬浮 清风界到了 化身为金角巨兽形态的罗峰 在星辰塔内 俯瞰下方 距离上次来这儿 才过去数万年 仅仅数万年 这白色羽翼 应该还没找到主人 自己的事物羽翼 已经诞生出灵 白色羽翼 也有灵 二者若是合一 事物和白色羽翼之灵 必定只能存活一个 而有罗峰的认可 毫无疑问是事物幸存 白色羽翼之灵 则会掩灭 所以上次罗峰离去时 白色羽翼之灵 便陷入了疯狂境地 想要寻找新主人 我知道过去了多少轮回时代 都没找到主人 这才数万年而已 不就不幸 到了嘴边的肉 还能飞了 罗峰咧嘴一笑 刷 雪色宝塔 一个瞬移 便直接进入了水域中 在水域中 更是接连瞬移 当初第一次来时 小心翼翼 可现如今 仗着至成至宝 罗峰道士蛮横地 直接瞬移前往那幽深的洞穴 沿着幽深洞穴 接连穿过九层光幕 雪色宝塔 直接进入寓意空间 吼 无穷无尽的刀刃风暴 席卷整个空间 白色宝塔 缩小得犹如灰尘 正高速朝内耀眼的 巨大光翼逼近过去 耗费近一个月时间 终于从洞穴入口处 一直飞到了巨大的光翼前 白色羽翼 经脚罗峰一看 便看清了那无尽巨大光翼的核心 高约百米的白色羽翼 白色羽翼上有着划痕 以及血迹 雪色宝塔不断逼近 白色羽翼上的血迹 所复散出的意志冲击 对现如今的罗峰而言 就仿佛一重重小浪花 拍打在脚丫上 根本没有什么感觉 蹦 一股波动 从白色羽翼中传递出 透过星辰塔 直接传递到罗峰站 星空巨少 一道古老声音响起 你是谁 雪色宝塔内 金脚巨兽震惊开口道 我是羽翼 祭宝之灵 古老声音说道 金脚巨兽震惊 发出声音 祭宝之灵 那之前的意志冲击 还有刚才的刀刃形态风暴 是怎么回事 古老声音继续说着 罗峰却是暗自耻笑 这次为了收复白色羽翼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所以在刚抵达 清风界外围时 木陵之州 就和星辰塔 暂时分开 木陵之州 是藏匿在清风界外围的 混沌气流中 地球人本尊 事无羽翼 也静节留在哪 而金脚巨兽分身 则是乘坐星辰塔 来收复白色羽翼 因为 罗峰很清楚 一旦两件宝物融合 白色羽翼之灵 必定掩灭 所以一旦白色羽翼之灵 发现罗峰到来 恐怕还没等罗峰认住 就要发狂 甚至做出一些 同归于尽的事 都有可能 虽说白色羽翼是遗物 而非生命 应该没什么手段 可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让金脚巨兽上 白色羽翼知道自己是人类 却不知道自己有金脚巨兽分身 哼 带着认主成功 你后悔也晚了 罗峰按道 金脚巨兽 伪装成一副发现 至强至宝的无比激动心情 和白色羽翼之灵 扯皮着 白色羽翼之灵 显然是急忙认主 所以并没有像上次 欺骗罗峰那般 而是很直接地告诉金脚巨兽 认主的条件 我的强大 超越你的想象 正因为我极为强大 所以认主条件也可可 宇宙尊者 必须得有宇宙最强者的意志 若是宇宙之主 则必须得有超越宇宙 最强者一层次的意志 你若是达不到 可以去告诉你的族群 让达到要求的强者来 我已经寂寞太久太久 真的很想出去 白色羽翼 想方设法诱惑的金脚巨兽 罗峰不由暗叹 天哪 这么好说话 当初自己来 这白色羽翼可是阴狠的很 现在在掩灭威胁下 难得发现一个近来的生灵 甚至都鼓动 告诉你的族群这种话 好 你说的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好 金脚巨兽 现在非常激动 更是高声嘶吼咆哮 实在太好了 我能轻松到这儿 抵御那意志冲击 正是因为我的意志 达到了宇宙最强者的层次 而且我实际上 要是一名宇宙尊者 政府和条件 白色羽翼之灵 自然是极为激动喜悦 他最怕是被罗峰收服 那样 代表着他便要掩灭了 虽然和金脚巨兽交谈 还算平静 一步步引导 可实际上 一切认主都很顺利 对 你的神力烙印在羽翼上 生命印记烙印下 便是认主了 白色羽翼极为的配合 他就想急着离开 这羽翼空间 他还想着之后 告诉这个新主人 某个人类 还有这超级至宝的 另外部件 到时 让新主人使用自己 去击杀那人类 之后 再吞噬掉那事无羽翼的灵 我才是羽翼至宝的灵 可恶的家伙 竟然夺走了 那么多元的能量 他必须得掩灭 白色羽翼之灵 自然而然是非常仇恨 事无羽翼之灵 这是本能 成功 金脚巨兽发出嘀吼 主人 我羽翼上有破损 必须吞噬些珍贵的材料来修复 或者是吞噬些点锋质宝来恢复也可以啊 白色羽翼之灵 速说着 因为收走了白色羽翼 整个羽翼空间内的刀刃风暴 自然也凭空消失 使得整个羽翼空间变得普普通通 空间也很稳固 完全能轻易顺移 一个瞬移 雪色宝塔就到了入口 终于出去了 传说中的宇宙海啊 白色羽翼之灵 充满期待 然而 当雪色宝塔一路瞬移 离开了清风界 进入了浓郁的混沌气流深处时 一艘核桃大小的木林之洲 轻易地便靠近过来 而后嗖地 被收了进来 星辰塔内 井角巨兽 盘踞在那儿 我感觉到召唤 强烈的召唤 主人 是那个人类 是那个拥有不见的人类 白色羽翼之灵 感觉到无比强烈的召唤 立即开始提醒起来 我本是一件 唯能无尽的强大之宝 经过那场大战后 分解了 那个人类得到了其他的不见 召唤感很强烈 他就在周围 韩聚在 金角巨兽旁边 出现了一艘核桃大小的木林之洲 并且一道人影 从中走出 他 赢甲赢役 被扶着一柄石刀 白色羽翼之灵 罗峰 看响金角巨兽背上的 白色羽翼 你 白色羽翼之灵顿时明白了 他能感应到 那种绝对的服从 只要这人类一个念头 他便不得不足 啊 早知道 我就是将元的能量释放光 也不留给你 可恶的人类 白色羽翼之灵咆哮着 他也明白 他得掩灭了 就怕出意外 所以 让你先开心一下 罗峰淡默道 好了 可以掩灭了 其实罗峰只要一个念头 便能令白色羽翼之灵掩灭 不过为了能知道更多 还是让事无羽翼吞噬的好 融合吧 罗峰神力操控 啊 一对白色羽翼 和银色四翼同时悬浮在半空中 随即开始彼此契合起来 一个个部件 彼此相欠连接 甚至隐含着 滔天威能的元 也从之前破损的白色羽翼 转移到了最下面的一对 银色羽翼中 毕竟 银色羽翼是完整的 至少不用担心圆的能量外泄 结合时 一阵阵威亚 不受控制的复散开来 好强的威亚 罗峰为之屏息 这机械流宝物 应该是超过宇宙最强者层次的强者 使用的机械流宝物 在罗峰观察中 无数部件的契合 密文的重组非常繁杂 仿佛很是漫长 实则极短暂 威亚收敛 巨大的银白色的六翼悬浮着 下面的四翼非常的完好 而最上面的羽翼边缘极锋利 且羽翼边缘还陨含着诸多的密文 似乎加强这种锋利 按照四五之灵 当初的说法 完整的四五羽翼共六队 其他五队类似刀背刀身 而白色羽翼则类似刀刃 可见其锋利程度 来吧 罗峰心意移动 六翼至宝立即飞来 迅速融入罗峰的背部 六翼展开 哇 六翼一闪 没动用任何的神力 仅仅是随意的夜滑 顿时令这间控制室的空间 直接被切割看来 轻松到极致 即使不用缘 都媲美至强至宝 罗峰为之赞叹 我的涅槃心声一招用他施展 唯能怕是仅次于我的血影道 若是一旦动用缘 只可惜啊 缘暂时不能动 缘类似发动机 且蕴含储能作用 强者使用完整六对语意识 神力应该是灌输到缘中 由缘转化为更加锋利 更加具有攻击性的能量 刀刃风暴形态能量 这种能量可以在缘中进行储备 真正战斗时 可以先动用储备 之后再消耗神力进行转化 只是这缘中的能量储备 是前任主人的 而非罗峰的 罗峰使用神力进入缘 也能转化成刀刃风暴形态的能量 只是层次上明显会差很多 而它一旦动用 那么必须驱使前任主人 能量爆发出去 因为两种不同层次的能量 是无法储存在一处的 这一驱使爆发 则是一次性的爆发 罗峰使无法做到 爆发一成三成 根本做不到 它驱使的唯一手段是 神力灌束 逼迫之前前任主人能量爆发 仅此驱使手段 所以驱使起来 自然是一次完整性的爆发出来 当然 瞬间全部爆发出去 攻击力将无比可怕 可是 是一次性的 自然罗峰现在不敢动用源 只能用神力摧发者 事无语义 使得事无语义 仅仅犹如正常的至情之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9